Hello,大家好,我是小薇,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今天我们视频的主题呢是素颜妆 给大家示范怎样去化一个no makeup makeup 对我们中年妇女来说呢 其实我们化妆有几个极端 第一呢,有的人就可能完全不化妆素颜朝天 就觉得这是最真实的状态,不做着 而且我老公也不喜欢我化妆 有这样那样的很多的理由 但是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男人讲话呢都是不可信的 他们其实看不出你化妆了还是没化妆 但是他们能看出你是变美了还是变丑了 如果突然有一天你在他们眼里突然变美了 他们都会挺高兴挺兴奋的 但是他分辨不出其实你是化了妆了 还有一个化妆的极端的现象呢 就是浓妆艳抹 就像我以前一样犯了一个这样的错误 因为不会化妆 所以用的亮度很多 给人感觉今天我是化妆了 但是你没有追求到化妆的那个终极目标 就是让人觉得自然舒服变美了 而不是去用化妆品去告诉别人说我化了妆 第三种现象呢 很多人就觉得化妆就是涂个口红啊 然后最多就是画下眉毛 从我的经验出发的话 我觉得化妆最最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粉底 化妆其实就是提升我们的脸色气色 年纪大了脸色呢就开始暗沉了 那化妆你查上合适的粉底呢 就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让你的脸色就变得红润 变得白皙 变得好看 粉底是化妆的最基础 就是去调和我们的脸色 其实我今天的妆呢已经化好了 我是反着来录的 我今天所用的化妆品和护肤品呢 全部是一个叫做100%Pure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呢是2004年在美国加州成立的 它任何的产品都是没有人工色素 人工香精和重金属 非常的有机 对我们来讲我们无论是吸收的还是吃的 都是要以天然的为主 这个化妆品用起来就是非常的安心 它的护肤的产品呢 我用了两种 一种是它的眼霜 它的眼霜其实是一个咖啡豆的眼霜 你抹上去的感觉非常的绵密 然后也不容易干很润泽 味道也很好闻 就像咖啡的味道 这个是我是非常推荐的 我现在都一直在用 这个产品我简直是非常非常的爱 一开始我不明白它是干什么的 它其实是一个晚霜 但是呢你插着它就过夜 其实我都是用了差不多有两周 有真实的体验 我才来跟大家来讲一下我的感受 它的味道就是有一点 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 它其实是用牛油果做的一个非常rich的cream 晚上就抹在你的脸上 其他任何的护肤品就不用了 然后去睡觉 第二天早上你起来 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是会发光的 所以这个very concentrate的晚霜 我是非常非常的推荐 所以它的护肤系列里面 目前我就用了这两款 一个是眼霜 还有一个就是晚霜 用了之后都没有令我失望 特别是这个晚上效果真的非常好 第二天一早起来 你看着自己发亮的皮肤 你都不相信了 这个我非常推荐 还有它的一些化妆品 待会我化妆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用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 不是full coverage的一个粉底 它用的原料全是有机的天然的 它的颜色色素也都是从水果里坠取的 对皮肤没有任何的伤害 我用了之后呢 我觉得你素颜妆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说有时候你要化一个 比较coverage比较高的浓妆的话 这个就不太适合了 因为它是很自然的 它的coverage不是很高 这个化妆品里面我最推荐的 我觉得用起来最好的就是它的隔离霜 它的隔离霜看上去是非常的juicy 非常有光泽 非常有水分的 但是你涂在皮肤上 马上就变成很mat 就像脸上查了一层雾面的感觉 所以这个隔离霜非常好 这个隔离霜我会回购 这个这么漂亮的一个盒子的一个产品 就是一个腮红 它的颜色非常的自然 都是从天然的水果里坠取出来的 所以查上去之后看上去 我这个就查了这个的腮红 似有似无 但是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提升你的脸色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腮红 但是它不是粉状的 它是那种膏状的 那它可以一管两用 可以作为唇膏 也可以作为腮红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方便 当你出门的时候 突然之间需要见人了 你就直接往脸上抹一下 马上就气色就好了 就非常的实用 这个唇膏呢 一开始我是不太喜欢的 因为你查上去之后觉得有点粉 就感觉有点起腻的感觉 有一天我就查完了之后 三四个小时 突然之间就觉得那个嘴唇颜色变掉了 就像我现在你看 我刚才录视频的时候 跟现在可能就半个多小时吧 它那个粉状的感觉都没有了 它跟你的皮肤的热量一接触呢 它就会自然产生一种作用 把那个粉给融化掉了 很神奇 我会把这些产品的链接 都放在我的说明框里面 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网站 现在买的话有十块钱的现金 可以抵消你的购物 好了 介绍完今天我化妆的产品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二步 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样化一个 Effle No Makeup Makeup 那我觉得整个化妆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呢 就是粉底 我以前是不会查隔离霜的 用了之后呢 在查粉底之前 查隔离霜的作用还挺大的 它能让你的皮肤比较看上去比较光滑 那这个呢就是100%Pure的隔离霜 它是我目前用过的几个隔离霜里面 比较好的一个 不需要很多 看上去就是挺juicy的 但是查上去之后 你的皮肤马上就变得很mat 感觉还挺好的 因为是素颜妆嘛 就是一点点就够了 如果大家要化妆的话 这个Beauty Blender一定要进一个 非常好用 我以前花了好多钱 买了各种各样的刷子 都没有这个便宜的Beauty Blender好用 今天这个是一个素颜妆 所以就淡淡的就好了 那现在呢就是要眼睛把它给撑起来 我呢还是用之前给大家推荐的眉目贴 它比较难拿下来 但是你凸香 安之前呢 因为你刚才查了粉底了嘛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抹一下 就把它油的那一面抹掉 就容易放上去 而且持久 这样看这眼睛就比较有神一点 那现在呢其实粉底还是没有查完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这个concealer这个非常关键 这个很便宜的药妆品牌 concealer wonder stick 它起到的作用呢 就是一个反向的一个提亮的作用 就让你的脸看上去比较有立体感 粉底呢基本上查完了 还有另外一个步骤呢特别的重要 我以前都不知道是 这个散粉的作用是什么 但是散粉呢就是让你的妆容 比较固定一点 比较稳固 可以就是经过几个小时 就都可以不晕 然后你就把它横住呢 按在上面 当你习惯用散粉的话 去固定你的妆容的话 真的非常的好用 而且你的妆可以持续很久 这个刷子的作用呢 就是把你的脸当成墙壁 就把它polish一下 更让那个粉吃到皮肤里面去 有点光泽 不会感觉表面上有很多浮粉 其实你能感觉到用的 产品都不是很多 但是那些次序 很重要 现在呢也是用这个有机的 100% pure的 筛红 很薄的打一点就可以了 不喜欢把它在眼窝里 查一点 那整个妆就有点 balance 现在基本上 整个脸的粉底 跟筛红都已经完成了 那我先要来 很淡的画一下眉毛 这也是我的一个难点 我也在慢慢学 慢慢进步 我用的其实是这个 Urban Decay 买了很久的一个眉柄盒 现在好像都没得买 不是很完美 但是比我以前画的好太多了 以前画的太浓了 现在就要画一下眼线 让这个眼睛比较大一点 开往这边开一下 眼线我喜欢从后面开始画 需要用这个小明签往上面 这样一下 这看上去往上扬的感觉 看到吗 然后这个也是的 对 这样看上去就 往这边扬一下 就没有给人剁下来的感觉 整个脸就是往上扬的 这些都是实际 画上操作中的一种小技巧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对我是适合的 这个眼睫毛膏呢 也是我喜欢的 它容易 非常容易用 看上去也能增强保脸 你的眼睫毛都保脸 四身糖的眼睫毛的夹子 它跟了我好多年了 很好用 然后就这样夹着 夹完之后 就心理目数一下 然后你角度改变一下 就这样 这样 先是这样 然后按五下 五个second 五秒之后 就角度换一下 就可以 你看可以上去 你看现在这个眼睛就画好了 这个妆基本上都可以了 让去像没化妆的妆嘛 这个也是100%Q的 全天然的口红 它的色素都是从水果 或者蔬菜里面 坠取出来的 所以都是非常天然 还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这个唇膏呢 涂上去的感觉 还是可以的 刚开始呢 好像有点太粉质了 我会觉得可能 一会儿就会起腻 但是我之前 查了一段 几个小时之后呢 也没有起腻 还是可以的 但不是最好的那种 但它的颜色非常自然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看上去有点 太粉了 可能它用的是 全天然的 所以就油润度 可能有点不够 但它这个口红好奇怪 你擦在唇上面呢 跟你的皮肤接触 可能你的皮肤的热量 会让它不断地去融化 就刚擦上去的时候 看上去是比较粉的 会觉得可能会有起腻子 但是到最后呢 它反而被搭在你的唇上 越搭越油了 好了 这就是化完妆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妆 非常的自然 看上去像素颜一样 希望大家能喜欢 今天我用到的 100% Pure的这个产品呢 现在他们的网站 有10块钱的ONUS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那好了 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 希望大家喜欢 我是小薇 这里是Cocory Style的频道 我在这里 每周一到两次 分享时尚搭配 美容保养和运动健身的 一些小窍门 小tips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赞 分享和订阅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了